coco早餐 today's special coco.com 好coco.com 今天非常谢谢贝宜 报局的执行长 你们的位置像不一样 我们要换一下抬头 为什么 因为那个玉宁 是去做发行人了 你做执行长 那你做执行长 表示CEO做的事情 会比较多一点 没有 其实因为我们是自己创业的公司 你知道创业就是校长兼打钟 其实早就在做这些事情了 我们现在就证明而已 OK好 恭喜恭喜 贝宜自从生产回来之后 工作更加加倍 不过现在有这个人工智慧 对不对 我们常常 我记得第一次谈 那个AlphaGo的时候 好像就是你讲的 我们在这个coco.com里 好 今天我们又要讲它了 对因为呢 AlphaGo他在昨天的时候 他赢了现在的世界围棋冠军 然后是一个那个天才小将 19岁的柯杰 好 然后这个新闻呢 是昨天 为什么我们今天选这个新闻 因为这是这两天 在我们科技报局上面 被关注度最高 讨论度最高的新闻 那当然 打赢一个全世界的围棋冠军 它当然只是一个话题 但其实大家背后要看的是这个 AI人工智慧的发展 我们先来谈它这个事件 就是他们这几天 其实在中国就办了 这一系列有三场比赛 就是AlphaGo来对战 现在的全世界的围棋冠军 柯杰 那这个人也很厉害 他才19岁而已 他就成为了世界冠军 那在昨天的比赛呢 他就输了一目半 然后但是AlphaGo还是赢了 那重点是 他这一次的赢呢 柯杰他发表了一些谈话 他就说 他去年看这个AlphaGo 还觉得他只是一个人 但是今年他看AlphaGo 他已经觉得他是一个神了 所以呢 他在讲的就是说 他觉得 整个人工智慧的发展 真的是飞快 就因为在去年 AlphaGo在对战那个 南韩的冠军的时候 当时柯杰就有出来说 我来跟他挑战 那时候大家就讲说 哇当年那个 去年是18岁嘛 18岁的小将来跟他抢侠 但是今年他真的对战的时候呢 他自己真的感受到说 在这一年的时间内 AlphaGo竟然又快速的进化了 那大家在讲说 为什么这个AlphaGo很厉害 那他们自己这个实验室也说了 这个实验室是由 Google投资的实验室 他就说 现在的这些人工智慧 已经跟过往很不一样了 像大家记不记得这些年来 最早以前是IBM的深蓝 那台机器去对战西洋旗 那是所谓机器对战 在这个奇异游戏里面 对战人类的一个开始 当时大家就很惊讶 但在那个年代呢 他还只是把一些数据输入之后 让电脑去跑 程式去跑 然后输出 但是现在为什么这个AlphaGo跟过去已经是不一样了 因为现在的AI呢 他会自我学习 自我学习意思就很可怕咯 你看原本一台电脑是你给他指令 你告诉他说 就你输入了很多数据进去之后 他就是输出 但是呢 现在这台电脑 他是可以自己学习的 因为你输入太多东西给他了 他有自己的聪明了 也不是这样说 就是说现在这个人工智慧的发展 他是可以 机器是可以自我学习的 所以大家在形容说 所以他从他的experiences当中去学习 对 所以譬如说当AlphaGo跟非常多不同的 这个世界厉害的冠军棋手对战 在每一次的对战当中 他就在学习这一盘的经验 那除此之外 他自己也跟自己随时在下棋 他不断的在自己的学习 所以他不再是今天 你人类在里面输入一个指令 你告诉他A 然后好他产出A 他是可以在里面再进化的 这也就是为什么大家 这个是在当时设计 人工智慧的人士里面的预期当中吧 是 那也因为呢 现在这整个技术 然后还有当然 这整个比如说运算的速度 现在是非常强大的 所以他可以达到一个 跟过往很不一样的境界 对 所以像在这几天 就是他总共会有三场比赛 然后这是第一场 那在这第一场比赛呢 就是世界上都在关注 那最后的结果就是这个 AlphaGo 赢了科捷一幕半 那大家就在看了 就是说 现在这个人工智慧 他靠着自我学习 还有自我对弈的技术 其实这整个思维 已经跟过往很不一样了 那他也展示出了一个 到底人工智慧 现在有多惊人 那大家其实在看了 就是说 其实跟围棋 在这个围棋比赛 其实说老实话 他们自己实验室都出来讲 他们的终极目的 不是只是要做一个 很厉害的围棋手而已 他其实是透过这种 因为为什么选围棋 围棋是世界的这种棋艺里面 大家认为复杂度 非常非常高的 那如果今天一个机器 如果今天你只是玩一个 简单的游戏 那你赢了 大家会说 那就是因为你的运算速度很快 所以你可以预测 接下来的很多种可能 但围棋本身就是在世界的 各种棋艺里面 复杂复杂难度非常高的 一个棋艺比赛 那他们其实是故意挑选了 这样的一个标的 去展示 现在这样的一个机器 是可以战胜人脑的 而且是战胜全世界 在这个游戏里面 最厉害的一个人脑 那他其实的目的呢 是要引起大家 对于人工智慧的重视 因为全世界会借由 这样的一个比赛的胜利 了解到说 原来人工智慧 现在是可以超越人脑的 但他的终极目的 当然不是只是为了 要来创造一台 很会下棋的机器而已 他最终是希望 这个人工智慧 是可以被应用到很多层次的 好比说医疗 好比说很多复杂的 那以后会打败医生 譬如很多复杂的数据计算 我们来举例来讲好了 比如说 我们人脑是有限的 那我们今天 人工智慧 其实他在讲的就是 我先收集了很多的资料之后呢 我可以透过不同的运算方式 然后产出结果 甚至去预测 那如果今天我们人脑 就算你很会计算 你能够计算的范畴 也是有限的 而且还有速度 但是当这个人工智慧 他非常强大 那因为电脑的运算速度 现在已经是非常惊人的强大了 所以他可以在极短的时间内 处理非常非常大量的数据 所以这对于 如果你从正向来看的话 不管是一些 比如说金融上的应用 或者是一些科技上的发展 甚至在医疗领域 他都可以帮助人类 去做更多新的可能的探索 跟发掘 所以他们利用这个围棋比赛 其实只是要唤醒大家 对于这个人工智慧的想象力 他最终的希望 还是希望这个应用呢 可以深入到 更多一般人的生活当中 不管是在科技上的发展 或在医疗上面的发展 人类有很多事情 无法克服的 比方有很多这个奇怪的病症 就没有办法这些克服 这可能是人类最大的障碍 还有就是你的智慧 是不是能够 像那个柯P说 他一武器就很高 你可不可以突破 变两武器呢 二武器呢 所以像这些 在这个阿发购 他一波又一波的 这个发展当中 那他所代表的 这个人工智慧的 这个下一步 跟一般人有什么关系 跟普通人有什么关系 因为今天我看到新闻说 红海要发展智能家庭 那那个是基础的嘛 对不对 那以后长照 真的会出现 人工智慧的这个 照护员吗 我记得 桃圆的国际电影节里面 好像就有这种 芬兰的 这个老先生老太太 疗养院里面 就有机器人啊 在旁边照顾 还可以跟他对话 他们还发生感情呢 没有错 其实呢 大家就在讲说 像这个机器人啊 以后他 很多人都在预测嘛 说人类的工作 会不会被机器取代 好 这个问题很严重啊 以后我们做节目 会不会 但有一个机器人 他模仿我们两个人讲话 然后自问自答 思义人里面一定有嘛 对不对 你看 我们讲 比如说播报新闻 所以说一定以后 要用人播报 他反正一点进去 就是声音就好了 是啊 那这只是最基本的 就是声音的播报而已 那你说对谈可不可以 当然可以 日本主播不是已经有了吗 是啊 而且还非常漂亮 大家就在讲说 如果机器人要取代人类工作 其中一个就是产制新闻 我们进广告 马上回来 原来我们这个行业 受威胁最大了 但是围棋 这种机器跟人的对异 最后的结果 就是说 这个 这样这个科捷 他并没有很大的沮丧啊 嗯 那神与人 到底能不能和平共处呢 我们进一段广告 马上回来 那最重要的还是阿发购后面的 这一群设计者 嗯 欢迎收听 Coco早餐 好 世界围棋冠军 才18岁的柯杰他 输了一目半 却是 他说 到目前为止 阿发购从来没有输过啊 哎 在最近这些大比赛 他真的都没有输 对 好像有了 去年好像有一场 他有输一场 嗯 最终还是赢了 嗯 对 嗯 这不是因为阿发购后面 这位博士 也是我们的这个 主要的这位设计者了 嗯 也是台湾人 刚才 这个 Buzz Orange的这个 执行长 贝宜告诉我们说 嗯 现在我们从阿发购的 进阶的表现 发现他会自我学习 对 嗯 他会从自己的经验当中 累积出来 这应该是蛮简单的 一件事情 对于这个 这些机器人来讲吗 对 我们现在讲 因为我们人也有 自我学习 我们在比赛 谁的速度快吗 嗯 AI人工智慧 现在讲的就是 它有无限的可能 刚好像我们 我们Tag Orange 在上个礼拜 我们有做一场 自己做一场 直播 嗯 当时我们是访 呃杜毅锦 跟科技部长 是 杜毅锦就是 大家讲PTT的 创世神 哦 就是PTT当初的 创的创战人 哦 那杜毅锦他后来 就到了美国去发展 大学毕业之后 他是台大自工系的 嗯 然后后来他在 微软里面 就是去主导 他们的 呃AI实验室 嗯 他是当时 呃亚太区的 研发总监 嗯 那杜毅锦 现在就回到了台湾 创了一个叫做 台湾AI实验室 PTT的时候是22年前 嗯 22年前是差不多 呃1995年 嗯 94年 对 那个时间点 你记不记得 那时候网路刚开始了 可是大家很多人 后来又逛魔化了 哦 那时候大家很多人上网 其实不太知道要干嘛 没有那么多网站可以逛 不像现在啊 你又可以聊天 又可以买东西 又可以看影片等等 当时你上网站的时候 可能就进到一个入口网站 譬如说那时候是奇摩 譬如说是番薯腾 那你就大概浏览一下 就觉得 哎好像不知道干嘛了 那个年代的网路呢 非常多人 呃投入 因为你有很多可能性 嗯 你可以去创造里面 各式各样的可能性 是是 杜玉景就形容 现在AI领域呢 就跟当初的网路一样 它是一个刚刚开始 哦 所以我们可以在上面 去创造出各式各样的可能性 哦 就像 AlphaGo 它在围棋对弈上 就只是一个应用 但是 这种人工智慧 是可能应用在 各式各样的领域上的 好比说 它可不可以协助 呃交通变得更好 它能不能够在医疗上面 有帮助 它能不能够帮助 呃 比如说我们的学习 嗯 或者是呃 去优化一些生产线 嗯 优化呃 个人的投资 嗯 等等 它其实有无限的可能 或者是呃 我们上 我们常说电子购物 电商的购物等等 嗯 它有各式各样 可以尽情发挥 大家的想象 去创作 是吧 所以像杜玉景 他成立这个AI人工实验室 他的目的呢 就是希望 呃 让大家知道说 台湾其实在这上面 还是很有很多机会的 然后他在这个成立之后呢 开始大局的招募人才 他就说有很多 呃台湾其实有很多 很好的人才 过往可能到国外去发展了 嗯 他现在都把这些人 召唤回来 说大家一起来 去创造出一些 新的可能性吧 对我觉得比那个科技部 十二万请一个博士 回来要好的多 呃 这个计划挺好的啊 那 他有天使基金吗 有这个大财团 在后面帮助他吗 我想政府应该有很多 跟他的合作 因为其实像他们当时 呃 我记得应该是几个礼拜前 就特别开了一个记者会 嗯 他们就是表示说 呃 这是一个呃 很重大的宣布 嗯 这是一个对台湾很重要的 呃 一个开始 这个这个这个新闻 其实啊 引发了科技网络界 一个相当程度的重视 当然很多的大集团 也在做AI啦 哈 你看那个亚素斯的 那个老板 施崇堂 他还到人家消费者家里面 去操作耶 因为我一个朋友 刚好这个 抽签抽到耶 哦 他到他家去耶 嗯 去操作机器人 对对对 那更别讲 红海啊 对对 但是红海是做那种机械守备啊 但现在是不是这个完整的这个有智慧的这个机器人就不知道了 在这个情况之下 嗯 刚才贝宜讲的 我们的想象力可以很大 就是以前我们怎么知道我们是电脑组装王国咧 对不对 对 嗯 我们怎么知道我们台积电是全世界最好的晶片厂 所以这个东西 这个好消息是现在还不晚 嗯 多一景他那天在我们的直播里面就一直强调这件事情 我们不可以复制当年的台积电啊联电这种模式吗 这有一点差别哦 像台湾过去这些年擅长的其实是硬体制造 对啊对啊 那其实AI呢 它是属于 对台湾的大家常常讲说台湾在软体的这部分是比较落后的 那可是其实台湾有非常多很优秀的人才 也不止我们只要法令一感 我们全世界人才都可以来啊 好奇怪 现在是一个世界是平的的情况之下 台湾还要担心说人才能不能来 哦拜托蔡总统 把什么事都找他 对的确我们都希望更多国外优秀的人才都可以更容易的来台湾工作 可是你做一个AI这个实验室 大部分的人就会跟你讲 尤其台湾它现在我们是处于 嗯这个正在还在 人工虽然这个优势不在 可是人力还是很重要的一个市场的时候 很多人就会觉得那你是把我工作抢走了吗 那我以后怎么办 嗯 其实啊我们在讲 以后组装的装配厂的工人怎么办 哎 人类可以去做更多不一样的事情 好比像扣姐刚刚讲 就说新闻的产制 或者是说记者的播报 可能可以被机器取代 嗯但是评论就没有办法啦 哦还好 人类有很多的东西 目前至少现在机器是没有办法取代的 比如说人类有幽默感 嗯哼 人类有一些直觉 思绪 发发给我没有吗 这是目前他们自己都出来讲说 他们还还有很多的东西 是还没有研发出来的 很多电影都这样子演 他们这国外国外 其实针对这个有非常多深度的讨论 而且他们不会死 人会死 这个很严重 所以呢 在短时至少短时间内 比如说我们可能看未来的十几年 人类应该要把这个自己的价值 往这些跟机器不同的地方去做发展 你当然如果你去比说 比如说劳力 比如说你看像工厂里面 机器是可以24小时不停的运作的 你人再怎么厉害 你可以工作16小时 机器是可以24小时一直不停不断的运作 所以像这种劳力的工作 你当然很快可能就被取代了 但是如果你一些 你不断的去 像我们刚刚提到像评论 或者是一些更多跟 比如说像幽默感 他不可以学习吗 他比如说他要评论 他要学习可可姐的评论 他把他的东西全部都输入进去 然后分析 分析他的评论模式是什么 其实两下就有了 Siri不是就这样子吗 对 但是呢 人我们刚提到 人的思维 思绪的这一段呢 是电脑现在还没有办法去突破的 OK 人的大脑里面 所以结论是 结论是什么 人类要找出自己的价值 不止人类 就我们每个人啊 所以以后我的评论不要太被数据分析 不能一致 不能那个只有固定的模式被发现 所以这个 所以 人类的人脑还是不会被AI取代 这是自我安慰吗 人家AI说不定现在偷偷在想 哈哈哈哈 几世代就把你们打败了 所以要看领域啊 比如说像我们刚刚提到的 像医疗照护而言啊 比如说像护士的工作 某一些很routine的可能就被取代 打点滴啊那些 比如说帮你给药啦 基础的照护啦 然后或者是说 某一些教师 老师的工作 因为你说 很多的基础的教育 或者是一些很制式的 其实都可以被 这种像大家现在讲很多的线上学习 或者是一些互动学习等等 它都是可以被机器所取代的 但是人类其实可以去探索更多 新的东西 那当然我们刚刚光讲 AI这个领域 其实就值得很多人去投入去做研发了 因为这样的技术 你如何应用在各种不同的领域上 比如说能源的开发 比如说医疗领域的技术 或者更多科学上面的发展 那我问你 那科技部长跟这个杜一锦 在聊天的结果 结论是什么 他们当时的结论 他们提了一个 我觉得很有趣 他是说 他像是一个游乐场 他说他们的目的呢 是把台湾变成了一个 很有趣的地方 就是说过往很多好的人才不来台湾 你们可不可以放一个 就是人工智慧园区啊 这是一个可能的 像他们在南韩就建了一个 一个类似园区 或者说一个造证 他在里面去实验很多这些新的东西 好比无人车等等 那他们当天就有提到了 说这是一种可能 比如说我们做了一个园区 甚至呢 他们觉得不一定要园区 我们应该要在这个实际人生活的领域里面 去做各式各样的实验 其实慢慢的互动出来就好了 我们有好多废弃的地 国家有很多地 台湾有很多地 像台南高雄多的是 南部不是有高雄这个什么软体延区吗 好 以后我们在街上就会看到机器人 就是 大家和平相处 谢谢 谢谢 每部歌音乐DJ Austin